作词 李宗盛 是所有女性朋友的共同梦想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 造访南台湾美睫界的最高殿堂 眼前这一位以成熟技法 专注地为顾客直结的人 正是今天的主角 鸦鸦老师 鸦鸦老师凭借着独创的美睫勾拨器 让美睫技术在舒适及安全度上 都迈向新的里程碑 我想要把睫毛接到最舒服 最美感觉 然后速度最快 然后一般目前市面上 在全世界你看到的所有的手法 它其实都是拿夹子去分开睫毛 那对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主要是用右手再操作的人来说 左手通常都是迟钝的 那其实我只是简化了它 很繁杂的一个过程 为了提供爱美女性最完美的服务 鸦鸦老师在技术上不断精进 那6DS跟一般的手法 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在 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把根部收到最尖 世上乐器的根部对客人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它完全不会影响我们睫毛的生长 除了在技术上力求完美无懈 在产品上 鸦鸦老师一直抱持着 自己是卖技术的工作者 一个展示美好产品的艺术家 所以不够好的 不会是她的选择 没有合格认证 没有检验资料的 也进不了她的跪 比方选黑胶来说 或是选择各式商品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最基本的东西都要有 比方说它要有SGS的验证 它所有的产品 我基本上我很重视它的稳定度 因为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 我需要把我的商品 弄在客人的睫毛上面 它不可以给我出错 目前鸦鸦老师的据点 有新绝江和瑞丰两家店 目前已成为南台湾女性 美捷文秀的首选标的 但鸦鸦老师 其实原本是个负债累累的卡债一族 八年前 她拎着一只美捷工具箱 一台笔电 待在一间 每个月要七千元的套房 那时候的她身上只有几百块 鸦鸦老师是这样开始她的美捷路 那个时候很苦是因为 我自己要付房租 应该是说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做的 我不是白手起家 我是负债起家 然后因为这样所以你必须拼啊 在做睫毛之前 鸦鸦老师的人生还是一团迷雾 但她感谢那些不顺利 因为那让她更珍惜现在的一切 虽然曾经被嫌弃 一个人大哭 但大哭后她仍继续练 练到手破皮 她仍拼命做好每一个可能一般人都不会注意的细节 她说让她一直保有热情的 是更多人的认同 我觉得最重要是美容师的态度 而且她让她们的服务精神让我们觉得很放心 对 一进来的时候 这边的美容师她的态度就非常的亲切 然后也不会给你压迫感 还有强势推销的感觉 就觉得比较舒服 鸦鸦老师从一个人变成十一个人 两间店 现在不仅拥有全球首创多国专利的技术 她还在全台巡回教学 创下多场的百人课程 更成为美节业 唯一受邀至美国 加拿大等国教学的老师 鸦鸦老师是一个非常贴心 细心的老师 对啊 像一般我们 一些学生啊 如果在别地方学 那可能就是学完就不管她了 但是鸦鸦老师不会 她曾经在 我学习完的一年之后 她还LINE给我 跟我说 啊你 要不要回来一趟 我说啊怎么回事 她说 我觉得你做得不够完美 你回来我再重新教你一次 我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学去 我不怕你问 我怕你不问 我不会停留在原地 我会一直跑 因为我害怕停留在原地 鸦鸦老师 一个由挫败淬炼而成的女人 她的敏锐与才华 或许你无法复制 但她身处低谷时的转化 却值得我们去学习 鸦鸦老师不仅成就 许多女性的迷人美睫 更成功打造 属于她的美睫王国 我会可能不疑 对我来一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